动态评测就看新车频道 大家好 我是谢新哲 哈喽各位冠军们 你们期待已久的这期对决节目终于来了 之前台班公布售价的时候 很多伙伴们就说这台车是很香 但是42万 我去买一台后驱的多缸的宝马 会不会更香一点呢 没错 真男人开后驱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找通源的客户 借来了刚刚提回家的全新M240 来和新哲自己的这台001号的Type-R一较高下 首先不能以M2的评判标准来评判M240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首先要达成的基本公式 因为毕竟这是一台40多万300多匹直列六缸涡轮层压 前置后驱的宝马小跑车 这个性价比我相信大家可以同意远远超过那台 手动挡的浅驱车 虽然M240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均衡的车 但我不需要一台均衡的车 我需要的是一台可以给我极致的特别的驾驶感受的车 那么42万的价格 我觉得Type-R是你唯一可以在新车里面能够买到的 被称为极致的这样一款性能的车型 哇 这个引擎太棒了 K20 C1啊 红张的本田配红头的引擎 哇 非常的高亢啊 这个声音 尤其在最后的转速的时候 哇 B58也好听 B58是那种很浑厚的六缸机的感觉 也确实是非常的迷人 但是Type-R很辽量 而且在高转的时候依然也非常的坚挺 涡轮机300匹的马力 420牛米的扭矩 可以去到7000转的这样的一个转速啊 在涡轮里面还算OK了 而且这个引擎现在除了继续有它高亢的感觉之外 整个质感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就不再有那种飞驰的一拉罐的感觉 而是一个其实还挺有品质感的这样一个钢炮 我太爱了这种转速到顶引擎 嗶嗶嗶的声音 然后再哗哒哒的给顶进去 就是你跟它一起达到了一个高潮的感觉 这种状态是最棒的 300多匹的动力 对于绝大部分车主 其实是一个最好玩的动力区间 300多匹的跑车 是你可以随时的把所有的动力放到轮子上 让发动机爆转 让波箱承受那个压力 真正把车推到极限 这个是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当你按下 Sport模式 它就直接进入了Sport Plus 首先啪 瞬间先降一档 让转速起来 让你知道 I am ready to go 然后油门的响应变得更快 丢油的时候 发动机的阻力也会变得更大 同时你会听到 哇 从后面传来的排气的回火 然后整个车瞬间开始变得非常紧张 就像你家里养了一条 正处于青春期特别好动的小狗 当它知道要出门遛它的时候 它会开始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喊 Let's go 这个车就是会给你这样的感觉 42万的本田 确实没有拨片 但是我有世界上 可以说是最好的手动变动箱之一 你看我在弯道里面去退档 这个车也并不会有那种 额外的闯动 它整个自动的退档补油 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你看它的颜值 变动箱的这种吸入的感觉 感觉我好像一直在夸的 因为它确实做得很好 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 车车变动箱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领克器也并没有做得过重 然后起步的时候 引擎的基础的扭矩也够 所以不会说是好像很容易熄火 掉很高的转速也不至于 这台B58发动机的身后 接上了来自ZF的8速自动挡的波箱 这台波箱也是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原因之一 响应节奏什么都非常快 日常驾驶也很舒适 也很耐操 但是 这个小波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的天哪宝马 What are you doing 宝马 你不是AMG 你是宝马 你得给人那个原始的欲望 还是台车 当你真正开始想要push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希望车头是不是再紧一点 会更好 车头都只相信再好一点 哇 I gotta say 但是每一次 不管它入弯的时候怎么推头 一旦它从推头开始变向 oversteer的那个转换开始了以后 你会哇 无尽的乐趣又来了 这可是前驱车 怎么都没有的乐趣 哇 后驱车 不就是要享受这种出弯 看着侧窗的感觉吗 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呢 我觉得对于入门的性能车玩家来说 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 因为它可以让你精准的走线的 过弯的那个窗口 其实比想象中的要窄很多 就是它在入弯一开始会很推 但是它会突然一下 从understeer变成oversteer 然后你甚至需要是去预判说 它马上oversteer要来了 你要准备好屁股要出去了 这个姿态 我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羡慕 但是不快 不管宝马是抓地走还是横着走 我都可以比它的速度更快 前驱车也能飘移 而且我也可以飘移 对吧 飘移并不是后驱车的专属 这种小钢炮的lift up oversteer 而且不管你角度多大 都可以把它救得回来 这种前驱的纯粹的钢炮 收油门 车尾就来了 而且是那种非常好尺度的 你想让它抓 它就抓 你想让它滑 它就滑 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的很多的 我们的性能车的伙伴们 应该去学习的这样的一种 我就说人车的真正的交流感 我们除了跟车机的交流之外 我们也要跟车硬件 跟引擎 跟电机 跟悬架 跟操控场的东西 来进行一个交流 在赛道上 Taype R就让M240显得很笨重 1.4几吨的这样的一个车重 它宝马就已经去到1.7吨了 感觉我在赛道上 我想怎么开这台Taype R 我想让它去哪条线 它就去哪条线 而M240 其实你会感觉到 你想让它精准走线的时候 它是不太愿意的 当然这台车更好的使用场景 我觉得在山路 在日常的街道 在高速上 都是一台非常好玩的车 当然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要让它像Taype R一样 作为一个赛道利器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更加硬的避震 来更多的支撑 因为能够感受到 其实特别是在高速弯的时候 特别是高速弯飘着过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感受到 它的重量其实非常大 那么这台车其实有非常多操控上有意思的东西 首先就是它的LSD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头的转向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绝对是要靠 首先很好的LSD 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好的轮胎 这个轮胎 米其林PS4S 而且主要是宽度已经到达了265 我的前轮要比宝马的后轮还要更宽 非常的夸张 要评价一台车的LSD是否能够耐用 能够随时的工作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定源调 试试 抓着 还是抓着 抓着 依然抓着 依然抓着 所以宝马在这个事情上 它一般是不会乱吹牛 它跟你说它装了这个M的LSD 它真的就是M的LSD 我们就像这样去造它 就是一直像那样疯狂的在人后面 疯狂的远地打转 它依然后轮 两个后轮是死死的抓在一起 死死的把后轴连成了一根杆子 你看 我们就可以这样完全放开双手 哇我要晕了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 不光在车里面可以调整 你的人 你的手上的动作 也决定了这台车开起来 坐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看 我开着一台前驱的泰盘 我横着上左边的路间 再横着上右边的路间 切到水泰里面 啪的见起水花 哇这种韧性的感觉 就非常的泰盘 哇就非常的战斗 当你走进这台车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宝马多年在前至后驱的小跑车上的积累 长长的鼻子 紧凑的车身 整个车尾非常富有力量感 你走进它的时候 你就已经隐约能够感受到它血液里流淌着M家族的基因 颜值上我不知道各位冠军怎么看 但我认为泰盘是明显会更帅一些 原生的宽体 包括红章 尾翼 中初的排气 冠军白的颜色 有非常多空气动力学的一些细节 包括BBS 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轮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 但同时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很战斗 很本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台车你进来你会发现 首先它是一台豪华车 方向盘的质感进来 你的扶手上真皮的质感 整个驾驶舱的豪华感 特别是在面前 这一块带着宝马iDrive 8系统的操作系统 非常的顺滑 分辨率也非常高 而现在整个意表盘像一个战斗机屏幕一样 不仅有你的速度 转速 挡位 甚至中间还可以看到你的 你的G-Force 天哪 真的MR40车主需要这个吗 非常需要 这台泰包就是一台要专注 要极致很多的车 你看我不需要天窗 我需要的是它更轻的重量 然后我也不需要大联屏 我甚至也不是很在意 它的车机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有LogR里面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一些系统 我可以看到车辆各种相关的数据 虽然我觉得豪华的氛围上 那确实是宝马会更胜一筹 但是这台思域的战斗感 我觉得是更胜于宝马的 如果你只有4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只能买一台车 这台车不光是一个极致的车 你日常使用代步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甚至是一个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L2的辅助驾驶也有 BOSS的影响 音质也非常的不错 正常的车机该舞功能全部都给到你 在试驾舔前 我们测试两台车的加速和圈速成绩 都是5000公里内的私家新车 原厂轮胎 在略有上坡当天路况不佳的场地中 太盘平均100公里的加速成绩 以为6.6秒 而M240更快 达到了5.5秒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太盘主要在起步和一档 这些受抓地力限制的地方 吃亏较多 一旦二档走起来 加速能力和马力更大的M240i 可以说几乎一样 宝马占优势的 还有换档速度 曲线中 甚至看不到换档点 可想而知 这套ZFAT变速箱的 升档之快 有趣的地方来了 尽管加速时间比宝马卖一秒 太盘在仅仅一分钟的小赛道上 做出了比M240i快出3.8秒的恐怖拳速 就这样的差距 听起来简直像是 我在给太盘开后门 但真实成绩就是如此 我甚至还给M240i多尝试了好几圈 依然无法突破 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太盘在赛道上全面更快 尤其在弯道中 当M240i还在推头甩尾 和重量与抓地力搏斗的时候 太盘早就以更快的速度 前往下一个弯道了 在T1的中速弯 太盘和240的弯芯速度 分别为75和68 由于初弯速度更快 到了直线尾 太盘依然拥有 约4公里的最高速度优势 而到了T8的低速弯 车辆速度分别为47和44公里的小时 并且在赛道的两组重刹车区域中 也可以明显看到 太盘比240的刹车效率要高得多 如此大的差距 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这简直不是一个组别的车 也许海外带有XDrive的高动力四驱版本 才是M240i更好的模样 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 叫真男人开后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朗朗上口的一个slogan 但我觉得其实我不太喜欢 我觉得大家都是爱车的人 不管是前驱首波还是后驱的大马力 我觉得都有好玩的车 大家应该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去欣赏 我觉得这是一种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那今天两台车试下来 其实完全迥异的两种风格 我觉得他们在网上被放在一起 其实也是我觉得价格的一个巧合 完全不同的两种用户群体 其实M240更适合是你的人生的第一台性能车 它有足够的马力 足够的刚速 足够好的操控 让你从它开始一步一步的进阶 而我觉得买Type R的人 它的车库里可能已经不止一台两台三台的性能车 甚至超跑 而买它的人就是为了享受来自本田 这么纯正的一个前驱纯汽油首波的超级钢炮 就是想要一个完完全全非常JDM的 这样一个精准操控的手术刀一样的驾驶感受 这也是绝版的体验 所以看到这些车 在油电交替的时代 我们感觉他们未来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以让我们且行且珍惜吧 爱你哦 太坊 首先我不想当着心者承认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今天就会去订一台台P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